接下来 同样的经文 像你不有我的用途的 我们来讲 大家讲 天父是关注的 天父是关注的 圣经讲什么 圣经讲 反复所赐给我的人 你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的 我总部丢弃他 大家你帮我读句读一段 我总部丢弃他 上帝会劈你的 你的男朋友劈你 你的女朋友劈你 上帝永远不会丢弃你 阿们 哈利路亚 你们行事为人 在《义不来书》 书3章第5节 你们行事为人不可贪求 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 因为主臣说 我永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上帝从来没有你 诶 上面 你哪里啊 我看了看去就是我的影子 我问你 有很多时候啊 基督的信仰 我们常常是想问神做一些东西 这是对的 我没错 不应该 也不用做 不要做 应该做 但是你要想到 天父要你安息一下 爱我的天宗是我教的 刚才我唱那首歌 今天没博言 叫他唱 只有天 爱我的天宗是我教的 他唱另外一首歌 不是我教的 他教训的 他感动 他说你要安息 不要 你要安息在主人里面 你要安息做上帝的儿子 你不要赏识做上帝的儿子 尽量做好孩子 这个你有点做不到 而且你也会对你自己越来越失望 你要看到 你要安静 你要安息 你要承认 不管我怎么做 我还是天父的 阿们 不是因为你做了 我认了 蛤 OK 满分 蛤 是赫格做上帝的儿子 不是你没有做任何事情 都好 你是神的儿子 这是你的身份 而且全世界也只有这样特殊的身份而已 阿们